第十八章 第十二节 苏罗居怕大卫 因为耶稣说离开自己 与大卫同在 没错 我们连续见到大卫失去了两个 他很耳中的关系 他人生当中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一个是跟他自己的皇帝反目成仇 另一个是他人生当中的妻子 但是接着他失去第三个关系 而实际上一个又一个关系的失去 可以说人算不如天算 实际上对于很多人在人生当中 自求多福 信神都是为了一个安心的人生的人 实际上他们是神祭的 他们一定会觉得神是我做错什么 又或者甚至他马上会埋怨神 但问题是同样这些人 他们却会羡慕大卫这些那么大的祝福 甚至可能埋怨自己人生当中 不是落在大卫的光景有这样的祝福 但现在我们来看看事实 事实就是原来我们真的要跟从神的话 这是必经的步骤 如我所说的就是说 这些步骤不出现 那根本哪有一个可以说是神雕夺素做的人生 一个可以说神负了所有的责任 而并且为我们开路的人生 神将大卫摆在宽阔之处 而导致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王者 但是这个人生有多少人去经得起呢 第一我们看到很少人会选择大卫那种选择 第二就是说很多人经历大卫这些经历 他根本都崩溃了 他已经放弃了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相信兄姊妹你是回石安 你就很明白我说的这一段说话的真实性 你更加会从这一段经文大卫的生命 根本就看见石安的影子 我们看见神的恩高 我们看见神的同在 看见神的启示 但是有很多人不会明白 就是说我们自求多福 我们求安输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冲击呢 所以当这些人灰心失意的时候 他就会拿这些冲击这些变动 就说神离开石安了 神不喜欢石安了 石安一定犯了一些隐而未见的罪 导致神这样做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大卫被曙罗皇追杀 断绝了他和他太太的关系 第三个甚至他断绝了和约拿丹的关系 神导致这件事恶化到的阶段 大卫不能够再见约拿丹 而实际上这一段经文就是记载在 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一节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 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 我作了什么有什么罪业呢 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他竟沉索我的性命呢 事实上你会看到在这件事一路演变 这件事就更加不尋常了 因为约拿丹想在他爸爸的面前 去帮大卫说好话 但是苏罗即成是想甚至要对付约拿丹 而约拿丹知道不行了 即是大卫一定要走 他自己都不能够帮到他 而到最后约拿丹都只能够和大卫道别 约拿丹是大卫进了他这个新的身份之后 第一个可以说最看得起的人是皇帝的儿子 想着和他成为一个可以有八败之交 但很可惜就是这一个他所珍惜 所宝贵的这个关系将要断绝 当下一次他知道约拿丹的消息的时候 约拿丹已经战死沙场 撒玛伊基第二十章就记载 约拿丹和大卫断绝了这个联系的一段经文 撒玛伊基第二十章第四十二节 约拿丹对大卫说 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 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 并你我后裔中间为正 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罢 大卫就起身走了 约拿丹有回城里去了 我想问你知道约拿丹是大卫生平当中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知心友 这个知心友失去了对大卫 简直在人生当中是一个极之伤痛的事件 而圣经记载就是甚至约拿丹 他是皇帝仔 但是他直接尊重和成为大卫的好朋友到的阶段 他说以后大卫你做皇帝 我做你的宰相 你想想有一个皇子 一个将来的储君 他愿意成为你的朋友到的阶段 甚至说皇位给了你 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但是大卫也痛失这个朋友 约拿丹将要战死沙场 你想想在大卫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 在大卫来说是一个多痛心的事件 我们是不是又是这样说 神罗开了约丹 大卫你犯了罪 我都要跟神一起加害于你 但是我想你知道在我身边 在过去这么多年 很多跌倒的记徒 他就是用这些借口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在他来说 被神祝福的一定是 肥头得以肚满腸肥日 一生是安舒安日 安心地度过一生 那才是神用的 跟从神不是走一条这样的路吗 但是我所说 如果每一个跟从神都走一条这样的路 我想你知道 每一个摩西大卫 但以你都不会有他们的事迹 但以你都不会做太监 他们个个都可能做圆崖 一出身就变成一个老板 一个商人 又或者成为一个学者 然后平平安安过去一生 但问题都不会记载在圣经里面 明白吗 就是要跟从神的话 那我们就同样要理解 大卫和苏罗 教了一个什么教训 让我们知道 三个义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苏罗居怕大卫 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 与大卫同在 是 情愿我深信 期待主傾听 全力尽心 妙得你 又未踪影 然不计多少风景 决心走断过路径 向着前往 行着信心 我必跨成 阿爸世间想知 百股经 跟着你终于 谁实认真 心全成 尋求主人灵 而我的心 要跟你脚中 不管有月经 心不犹如 按你的大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